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日前2022海外台湾青少年云中看江苏 网上夏令营线上开营仪式在泰州举行 活动旨在通过不同的专题 让海外台湾青少年领略到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彩分成的 江苏各地特色文化民俗 日前2022海外台湾青少年云中看江苏 网上夏令营线上开营仪式在泰州举行 来自美国 加拿大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百名海外台湾青少年 老师 家长和千名泰州学生 参加本次线上开营仪式 了解了泰州的历史遗迹和特色文化 开营仪式上宣读了国台办的核心 核心充分肯定江苏省台办推进海外台包 特别是台湾青少年与祖国大陆交流的重要意义 希望台湾青年同大陆青年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 本次2022海外台湾青少年云中看江苏 网上夏令营以江苏风 文化跟连岸情为主题 在十天的活动中 通过网上授课 互动等形式 帮助海外营员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碰These帮助海艺